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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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Kelly 今天呢要來幫大家示範的是 子唇秀的限量版 烤栗子色的那種唇膏 大家應該都遇到過 就有時候感覺在model臉上 看起來就是很顯白很顯氣色 可是到我自己臉上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很不顯氣色的那種唇色 這一系列的這個烤栗子色唇膏 就是要給大家那種 很顯白很適合亞洲人膚色的那種唇膏 今天介紹的這個系列總共有六個顏色 然後等一下到最後面 我會跟你們分享我最喜歡的兩個顏色 首先呢第一個顏色是583號 這個顏色呢叫做蜂蜜栗子色 它是帶有一點點中橘色的那種色調 583號的這個質地呢 是比較霧面的質地 跟我嘴唇上這種霧面是一樣的質地 子孫秀我合作過很多次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他們的霧面唇膏 它是那種比較柔霧柔霧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顏色是非常非常就是夏天的顏色 那我現在介紹的這個蜂蜜栗子的顏色呢 它是有點那種中橘色的顏色 然後那時候在試擦這個顏色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我很想要跟全白的套裝 就是一起擦 然後穿一個那種駝色的兩鞋 真的很好看 就是這個中橘色 如果你在找那種 比較偏橘色調 可是你又不想要是很亮 就是怕比如說到秋天不好搭配的話 這個顏色就是很好看 再來下一個顏色呢 是我現在嘴唇上的這個顏色 這是我們的RD196 我覺得大家不要被唇膏的顏色嚇到 因為唇膏顏色看起來很深 可是實際上上嘴唇的這個薄圖的顏色 我覺得非常好看 這個顏色是有一點紅棕色紅棕色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它薄圖就很好看 然後我覺得這個顏色非常非常顯白 就是它是一個我覺得不太挑膚色的那種顏色 厚圖就真的是很有氣勢 很顯白然後很有氣勢 因為它是帶有紅棕色 所以你把它厚圖之後呢 它整體是有一種比較氣勢 比較深一點點 跟那種正紅色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顏色真的很好看 就是大家真的不要被那個唇膏本身的顏色嚇到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好搭的顏色 好 再來呢要分享的是599號的 這一支顏色 看到嗎 這一支呢跟我們前面介紹的那兩支不一樣的質地 它是那種亮面比較滋潤型的那種唇膏 這一個顏色 我覺得薄圖 然後圖比較中間 然後用手把它暈開的那顏色非常漂亮 就是稍微把它超過唇峰那樣塗上去就會很好看 嘴唇會變得看起來超豐滿 然後很juicy 這顏色也很顯白 我記得我之前跟你們說 我以前不太喜歡這種光澤的唇膏 可是你們剛剛有發現我比較近期 開始會嘗試一些比較亮面的唇膏 比如說我今天穿的一身黑 想要整個人那種很黑很氣勢的時候 有時候我就會擦一種這種比較亮面的唇膏 就是會顯著整個人那種亮起來的感覺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那種霧面的唇膏 像我剛剛介紹的前面兩支 那你就可以試試這一支 因為這支就是屬於這種滋潤型 比較不會那種乾乾的那種唇 然後再來呢下一支顏色是 194號RD194 RD194呢跟我們剛剛介紹的上一支一樣 是比較水潤的質地 你們看它是這個顏色 這支很好看吧 這支跟剛剛上支一樣是比較滋潤的質地 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唇紋的問題 大家一樣不要被這個唇膏顏色嚇到 它本身就是尤其是薄塗的時候 塗上去有一種很清新的感覺 它其實把它暈開之後是有一種淺淺的 紅紅有點像是自然那種紅暈紅暈的顏色 它帶了一點點一點點的紫色調 所以你塗上去的時候 它是有一種比較飽和的那種暖紫紅 我覺得啦 好再來下一支顏色呢 是AOR595 這支595呢就是比較偏橘紅橘紅的顏色 它這支顏色是長這樣 比起我們剛剛第一支 第一支就是更又偏那種橘中橘中一點 然後這支就是比較有點橘紅的顏色 然後它的質地呢就是介於我們今天介紹的霧面跟很水潤的那個唇中間 它是有點比較微滋潤 它稍微薄塗的時候是有一種珊瑚顏色的感覺 就完全不粉 但是它有一種橘...橘調的那種珊瑚的顏色 我覺得很好看 平常放在包包裡 然後你想要一點點淡妝一點小滋潤的時候 稍微差一點然後用手抹開 就會有一種自然的血色 下班之後晚上你想要那種紅唇你想要氣色的話 這支就很適合 因為它的質地後塗搭上橘紅色很好看 因為它不是那種非常非常滋潤很水的那種質地 然後它是那種微滋潤然後搭上它的那個橘紅色 它就整體顯得很飽和很飽滿 但是又很剛好的感覺 這支就是可以薄圖跟厚圖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那種唇膏 再來第六支呢 最後一支就是我們的BR782 這個我介紹過了 大家有看我上一支直唇秀唇膏試色影片嗎 782號呢就是我上次唇膏試色也有試到的顏色 它是這種橘中橘中的霧面的唇膏質地 782號我真的是很喜歡這支顏色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上次那支782號我自己都還是愛用 因為它跟很多的眼妝都很搭 像我今天這種比較淡的眼妝 或是其實你不太畫眼妝你只畫睫毛膏 這個顏色我覺得都很OK 然後厚圖也很好看 好不好 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直唇秀的這些唇膏霧面唇膏 它都是不太會讓你覺得乾或是裂 它是有一種 就是那種柔霧柔霧感覺的質地 好以上呢就是我這次分享的六支唇膏 考栗子系列唇膏的試色 我現在要來跟大家解答一下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哪兩支 其中的782號因為上次我分享過 然後上次我也說我很喜歡它 所以今天就先刻意不選它 首先呢第一支就是我現在嘴唇上的這支顏色 我跟大家說就是這個唇膏本身看起來顏色很深 實際上擦在嘴唇上的顏色是比較亮一點點 我自己是薄圖厚圖都很喜歡 我現在嘴唇上的這個顏色是比較有點偏向薄圖跟厚圖中間 我覺得這個顏色秋天差一定也很好看 這個 再來介紹下一支我最喜歡的唇膏是583號 顏色是這樣 這個橘色就是比起很多那種很亮很亮的橘色 我覺得更好駕馭一點點 因為它就是比較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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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的顏色 剛剛前面有說到就是我覺得這個顏色超級 真的很適合夏天然後一整套白色的那種套裝 然後穿個棕色鞋子 就是整體很中橘中橘的色調我覺得會很好看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再把599號的那個 薄圖的這個顏色放進來 因為薄圖那個顏色真的很好看 算是我私心的第三名好了 就是偷偷拔牌的一個第三名 好 那今天的植春秀限量烤栗子系列的唇膏試色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試色影片 然後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你們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個顏色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